Hello 宝子们大家好 因为之前我做剧组Vlog 大家很感兴趣我带进组的东西 今天专门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分享几样我常带在身边的好物 第一个就是德锦家的眼罩 你看它这面是绿色的 这面又是粉色的 就是双面颜色的 是不是很漂亮 很多眼罩它是要么很紧绷 要么很容易滑落 然后戴着戴着 第二天早上就眼罩就已经没了 就是宾馆的窗帘有的时候会透光 然后我是必须在没有光的环境下才能熟睡 但它是这种宽带的设计 所以套在头上就不容易滑落 而且你看里面是这种鼓鼓的 针丝的这种面料 所以透气性特别好 很柔软 我的睡衣啊 包括很多都是针丝 桑铲丝的面料 就我很喜欢这种心肤性的质地 你看我给大家戴上 戴上以后真的是 因为它鼻梁是U型的 非常贴脸这块 又很大 所以完完全全就能盖住光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种收纳带 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放进去 因为真丝的面料很金贵嘛 它尽量都不要折叠 看就这样能平铺着放进去 然后一盖 就很方便携带 第二样就是 当当 一次性泡澡布 我是东北人嘛 也喜欢泡澡 如果拍了一天的洗 外景 又有夜外 很冷很冷 这个时候 只有泡了一个热水澡才能缺寒 有的时候你会嫌宾馆的浴缸 可能不那么的干净 所以我就都会带一次性泡澡 然后也会带各种浴盐 粒和浴球放在里面 这个时候就又暖身子 又觉得终于可以回到我这个东北人的泡澡习惯 下一个要分享的是各种的 帮我贴 因为这个冬天拍戏太冷了 你看这是我最近又新买的 是艾草暖膝贴 是专门用来贴在膝盖上的 然后这个是蒸汽暖足贴 是贴脚的 绑在脚心 好像蒸汽发热 我还有这种加热鞋片 可以贴差不多半天的时间 脚里头都会觉得很暖 因为脚暖了身上就会暖 还有这种一米炒的暖宝贴 艾草的暖宝贴 冬江的暖宝贴 就各种 因为真的我们冬天 要么在南方横便向山 或者是 就像我这个戏在湖南 就是会觉得很阴冷 就全身贴上暖宝贴就好了 它真的是从内到外的贴上 前胸后背的贴上 你才会觉得暖 然后这种就是一个 冬天的暖宝贴 就也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是到现场了 你先把暖水袋冲上以后 就可以插手 就很暖风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冬天来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注意防寒 同时还要注意养生 睡眠不好的宝贴们 也要注意 通过一些好物 来调整自己的睡眠 好的睡眠 才能有好的状态 拜拜 拜拜 拜拜